战场一片混乱乱成了已过中 玉茶子和哇吹还在密密麻麻的人影中寻找度我的本体 只有找到真正的他才有可能结束这场混战 虽然现在状况已经很糟糕了 但这还不是最糟糕的 度我一开始变成欧罗夫万或者突皮 在成倍增值的话一切都结束了 然而事实并没有变成那样 双倍人用双倍增值出来的人能够使用个性 但玉茶子听说 度我的变身仅正对喜欢的人使用 那么反过来说 斯比木他们应该不属于度我喜欢的对象 所以复制出来的他们应该也无法使用他们的个性 玉茶子直觉 如果度我真的有这样的限制的话 那现在他可能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他肯定会苦恼 为什么自己没办法成为真正的双倍人 而就是这种悲伤 让下来喜欢捕捉人们笑脸的玉茶子 一下子就看到了他 但黑牙和欧罗夫万这边的拉锯战才刚开始 霍克斯很清楚 欧罗夫万烦恼还通之后过于强大了 但是这种逆天的状态 应该是有限制的 而现在能依靠的只有黑牙 凯米不太了解黑牙的能力 但听他们这么说 他便制造出极业的幻想帮忙 到左也一起帮忙 尽全力全方位支援黑牙 然而这一点力量不足以撼动他 等烟雾消散 欧罗夫万变得更年轻了 到炸前他也是个大叔模样 现在分明变成帅小伙了 黑暗被破了个口 欧罗夫万立即钻了出去 黑暗马不停蹄追上去 跟在他身后的到左用暴风为他助力 听见远处传着雷声一般的轰隆声 欧罗夫万脸上露出笑意 是他的老伙计 巨人战争来了 他有些兴奋 这不就是自己的顺风局吗 但等巨人战争走近 他才看出断倪 心操和硬格 竟然就在巨人战争的头上 显然 当前的巨神兵不是自己人 红桥洞战胜图皮的消息 迅速传遍了各个战区 当大家都翘首以待更新捷宝时 蛇枪医院就指 关押巨神兵的建筑前 敌人来势汹汹 让人招架不住 骷了头按着开关 他接到命令 要抢走巨神兵 他用的超高周波装置 这个高周波 是把欧罗夫万的声音加工后的产物 在他面前 无论多么坚固的牢狱都没用 山林女侠冲在最前方 一般同学小大为 将攻击伴手丢了出去 不能让他们带走巨神兵 声音传透速度更快 啥时 对欧罗夫万声音敏感的巨神兵醒了 硬格绕到建筑另一边 护卫的工作很顺利 分离作战一开始 他们暗中把新操 移送到了远离战争的地方藏了起来 这一切准备都是为了这一刻 硬格让新操赶紧用洗脑个性 可是新操就被水泥怪抓了起来 硬格可不管那么多 他飞铺上前准备抢走新操 而水泥怪十分灵活 卷着新操去开逃 巨神兵伸出了一爪 打算一拳干掉碍事的山林女侠 突然 侧方甩了一大碳液体 被溶解液碰到的地方都被腐蚀了 那时候 卢虎没有成功发挥力量 后面又发生了许多牺牲和毁灭 他很后悔 那时候的自己那么无力软弱 所以他想抱好和哄情教的特训方法 现在他要守护这一切 卢虎带着蛮腔怒气 将酸液注入桃村的水泥怪身上 酸液瞬间注入水泥怪的身体 并开始大范围扩散 到了他机板乱叫 现在他也顾不上捡便宜了 丢掉新操和硬格巴腿就跑 可没逃出去多远就成了一滩烂泥 巨神兵高举巨爪 眼看就要对山林女侠动手 这一声呼喊让巨神兵顿住了 这是主任的声音 青草用操腹部缠住巨神兵的肩膀 让自己挡在离他更近的地方 洗脑已经开始了 这时候 持续输出酸液的卢虎打了个酿枪 英格立马上前辅助 因为长时间输出酸液 他的身体重度脱水 必须立即带他离开 英格很自责 都怪自己不中用 但卢虎只说 自己欠他的人情已经还清了 山林女侠以及巨神兵等人 迅速来到群雅山庄支援 巨人战争直接拔起一座山头 用巨大的山岩 从欧罗富安扔过去 将飞行中的他拦截下来 用新造的洗脑 控制巨神兵来进行攻击 毫无疑问是一场赌博 霍克斯很是担心 虽然有山林女侠在一旁远主 但是巨神兵制造出的 这一处又一处的攻势 实在难以招架 再这样下去 他应该会醒吧 霍克斯记得 新造的洗脑 只要受到轻微冲击 就会解开 要是洗脑在这个时候解除 不就相当于提前 让巨神兵和欧罗富安会合了吗 事与这次 只能祈祷这种倒霉事 不要发生 欧罗富安暴怒 他总算知道 青山一家是怎么骗到他的了 原来是自己漏算了控制的个性 不满的他 在手心凝聚能量 往外推出能量波 将巨神兵淘来的石山轰的吸碎 并给了在正面一击 霍克斯心道不好 控制要被解除了 但事情并没有按照他想的那样来 烟雾散开后 手机的巨神兵并没有从英雄攻过来 此时的他其实非常清醒 巨神兵虽然看起来笨 实际也很笨 但他对欧罗富安的真心比珍珠还真 从前欧罗富安吩咐过 让他等着他的继承人出现 是和他有着相同气味和声音的撕屏幕 可是后来 他抛弃了他逃走了 不只是主人 还有其他所有的队友 都好像把他当做工具一样 他感觉自己遭到了背叛 心操疑惑不解 这设计绿谷之后 第二个能够抵抗洗脑的家伙 被洗脑之后 就像在说梦话一样 一是在倾土着被背叛的愤怒 这么说来 自己只是创造了一个 让这家伙消化怒火的机会而已 受到控制的战争巨人 加深了怨念 有爱生恨 眼下 欧罗富安已经成为了 他心中始乱终气的渣男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现在巨神兵也算自己人了 那就一起上 击溃欧罗富安吧 而就在他们不远处 有几架小小的飞机在徘徊 飞机上不是什么大人物 而是媒体朋友们 为了得到最真实的画面 他们甚至带来了最昂贵的相机 第一架飞机上的是老熟人记者 他也算是跟着英雄们出生若死的老记者了 这一次 毁灭心更大的战役 他又来了 小伙伴都觉得他太拼命了 但他总觉得 要把这场战争的画面传递出去 是这些感人的英雄 还有他的初心 召唤他来到这边战场 与此同时 另一架飞机也渐渐靠过来了 上面坐的也是记者和摄影师 上次记者会 记者把话说得很重 但直到现在 还有英雄还没有放弃 他们都还在战场上 不只是绿谷出酒 还有那些看着从战场离开的同伴们 还有选择了继续留下战斗 或是不得不战斗的人们 他们都需要被看到 各国都在报道 日本已经走到了末路 但他们还能向世界传达 这里仍有人在奋战 现场一队多 大家打算补一波 铺天盖地的黑影对着中心的欧罗富万缩小包围圈持续输出 但被欧罗富万强行破开了口子 山林女侠和巨神兵都想帮忙 但瞬间被秒掉 这是随意出手 就有打穿两名大将的力量 现在的他 强得太离谱了 巨神兵和山林女侠接连倒下 欧罗富万的身体也正在不断复原 他体内有诸多力量涌动 少不注意就可能释放出来 越年轻就越是控制不住自己的力量 强大的力量在体内游走 犹如探了一般 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可能会炸 但是这并不影响他对准黑影放出攻击 闪亮的光鞭 紧直穿黑影而过 黑影被打得散了形状 失去黑影包裹的黑鸭身受重伤 从半空坠落 黑鸭两眼翻白 不知道是生是死 但这已经是他能受到最小的创伤了 因为在欧罗富万冲他轰出光弹的时候 最快的男人霍克斯 已经先一步护在他身前 替他挡下了大部分攻击 也因为这样 霍克斯才会被欧罗富万抓住 虽然他的脖子被狠狠捏住 但他的剑直直穿透了欧罗富万的胸膛 这是他组的最后的努力 但是这一招并没有造成多大伤害 欧罗富万的回数恢复了伤口 但是他储存的体内的个性 却不受影响可以继续使用 当然也不能说完全没用 这一剑加快了他变回受精卵的进程 只要不断让欧罗富万受到攻击 他最终就会变回受精卵 欧罗富万正抽着霍克斯的个性 只是不到此卑微地恳求道 要强的话就把我的个性夺走吧 只要你会有个超酷的发型 欧罗富万直居地误语 要向那屁有没有的个性做什么 他的恳求不过是弱者的抛强 他无心逗留在这里和他胡闹 欧罗富万丢开霍克斯一跃而起 欧罗富万嘲讽完毕后 就消失的无影无踪 霍克斯被重重扔到地上 但撑起身子 他还不能在这里倒下 被委任接收英雄难民 而负责防守任务的援军还没有到 只要他们还在 就还有希望